年轻人啊,必须得奋斗 嗯 你要不奋斗 你光只是吃组业产 这个 就差点意思 是啊 吃这个组业产 原来这不是 这个原来讲话吗 好而不吃分家饭 是啊 哎,你自己你不奋斗 是不是 你给下边 对不对 你做什么榜样 那就是 你要一奋斗了,所以你的孩子肯定奋斗 是 肯定奋斗 但是呢,你能 帮一点的帮一点,分什么帮 怎么帮 过了40,你要像到我们这岁 60多了,您再奋斗 说实在的,已经晚了 那可晚多了 晚了 所以说那边呀 三十而立 而立 就是说我干什么事 我是吃官饭的,还是自己干 还是怎么着的 基本上三十,你必须得 踏踏实实干 再加上一个自己 你得多 我老强调这个 你得看书 真是 你得看书 您那会年轻人都看什么书 我爱看人物传记 嗯 什么奋斗史啊 这个那个的 哎呀,我爱看这个 像那个 像那个 主席著作 我都能当小说读 顾 你还翻开中共党史 研究中共党史 离开毛主席这个 四卷 五卷 是吧 这也不灵 你认为什么 哪个时期 毛主席的这个著作里边 嗯 你说什么 哎 他全写 都有 你看毛主席第一卷 嗯 第一卷 就是什么 这个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是 你头一句就是 谁是我们的敌人 谁是我们的朋友 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哎哟 是吧 所以说 毛主席把这个 第二卷就是我们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了 是 你看看那时候就是农民运动了 再往后你看 每个时期 嗯 到什么时候 都有他的著作 都有他的文 真是 是吧 所以说 这些东西还可以看毛主席著作的注脚 嗯 就是解释 后边看 嗯 再根据这个再翻阅有关书 哦那这个 自己跟自己较劲玩的 那这阅读量就大了 对 自己跟自己较劲玩 有时候因为这一本书 嗯 要跑遍 北京市 好几个新华书典去买 哎呦 同一个历史时期不站在不同的角度 叙述这一件事 人和人里面你站在这个角度 是 你叙述这个事 嗯 跟我叙述这个事 里边有出路 能碰上不能碰上 就是自己跟自己较劲玩了 哎呦那您这是这种精神啊 哎 啊 你知道吗 真是 自己跟自己较劲玩了 那您这一种 一较劲 就看着书就做了 是啊 逼着自己就查 弄 真是 查这些资料 你知道吗 哎 那时候也没互联网 可不就是书 那是 咱除了毛组体的人物专记这块呢 读的多了 人物专记的 什么朱子青的 那时候买的旧 旧书店买的那些 古本什么的 古本 你知道吗 那时候 龙寺那点有些旧书店 嗯 不是便宜 一个钱两个钱 几个钱 你知道吗 古本 啊这是 人物专记里边 读的最多的 嗯 还是我喜欢 还是中国的东西 外国的东西 读的 不是很多 解决 解决 然后 决定